其实台湾早年有所谓的省级情节 随着时光流逝 现在已经很少听到有人问 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但对于更早来到台湾的原住民 其实状况却没有改善 以前很多人称呼原住民是山地人 甚至更难听的称他们是环纳 现在这样口语上的歧视渐渐减少了 但根深蒂固的偏见依旧存在 像是认为原住民就是爱喝酒不够勤奋等等 还有人会说你今天打猎了没 用这样戏虐的口吻来问候原住民朋友 原民会主委孙大川就说了 歧视是人性 虽然社会结构渐渐在改变 但原住民自己也必须要站起来 原住民现在还遭遇哪些问题呢 就让金曲奖最佳乐团 马兹卡用歌声带您一起来听 把生活经验用幽默和坦率唱出来 一开口就让台下观众起了共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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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鬼摇滚融合原住民鼓调 这是台湾乐坛史无前例的音乐风格 这张专辑也让马兹卡击败强敌 荣获第二十二届金曲奖最佳乐团 像早几年如果说在流行乐台里面 吃了一个 那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意外的感觉 就是金曲奖之后 那我觉得 就是开始真的音乐上的不一样 真的跟音乐界不一样 就是在台湾接受度非常广 台湾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尤其原住民在音乐上的表现 更是有目共睹 但这并不表示 种族歧视已经从台湾社会消失 我们不能说那个歧视已经不存在 因为这个通通 这个是人性啦 在一个3D部落 他们都是以打力为生嘛 是 然后那个女人就在家 就游走好险的啊 他们就通常都会偷闲 偷情 来宾说笑话 但这玩笑似乎有歧视的味道 让其他原住民气炸了 我觉得中天 应该是要有一个友谊去面对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审查的机制吗 节目播出后引发各界踏罚 NCC也开罚20万元 节目制作单位连忙出面道歉 我刚点到这个 感觉好夸张 一名网友在脸书po文 辱骂原住民 同为原住民的鸟鱼哥 自拍影片回击 这些歧视现象 看在原民会主委孙大川眼里 他说歧视是人性 但80年代修宪后 像这样明目张胆的 对原住民的歧视就渐渐少了 但平等和平权 对许多原住民来说 却还像远在另一个山头 因为他是3D服务队的同学 他觉得要爱原住民 他觉得原住民是弱势 我要支持他 我们那些小孩子呢 他有时候会激进一切力量 占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们的便宜 就变成就是那种相遇 是一个剧场式的相遇 我们都没有真实的相遇 要怎么移除想象 真实的接触和交流 孙大川说这是原民会 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 但他也直言 原住民不能只依赖别人 自己也必须站起来 我们的经济实力 然后我们原住民的家庭的治理的 整个的重新的整合 部落原来的那个 部落社会的伦理跟纪律 事实上还没有真正的被建构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 我都把这个叫做 to be的部分 就是我们to have是人家可以帮忙 但是to be的部分 是我们自己得站起来 像比较年轻的 当我们这一辈的会讲 自己的云烟的越来越少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有没有故事 因为没了就没了 我们没有文字 我们不好传承下去 其实我们都是用口述的方式 所以我现在用比较年轻的方式 去打动现代的年轻人 Mazka透过音乐 希望唤起更多部落年轻人的自觉 这是对文化传承的使命 也希望在音符的带领下 更多人喜欢他们的音乐 肯定他们的努力 原住民没错 我是原住民 这是我的血统 这不可否认的 我们没有不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生活在台湾 台湾这个小小的宝岛 蕴含着丰富的族群文化 未来不再区分你我 不分种族 通通都是台湾人 你们必须可以 谢谢大家